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五 哈喽大家好,我是Mathias 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出去看看车啊 看看我们是在非洲怎么买车的 然后今天是带了钱,直接带现金去 因为非洲买车都是现金的 我们没有当地的银行卡 然后你们抹去抹去阿里巴巴 嗯,抹去抹去抹去 今天明天,现在明天比上一次激动啊 你看他,看太多了是吧 嗯,带他 没事,带他俩的话挺安全的 因为你要是自己去的话 那肯定不行,你这一搭的话 这一搭的话,就是非洲保姆的话 是十个月的工资嘛 现在这是十年的工资在手上 所以说呢,还是得注意安全 有个自己人,他俩就跟了我两年了 他自己人了,这没事啊 没事,然后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你看他俩手还放在腰上 哎,哎,手别放这儿 让人一看就是有问题 走,这样走 好的,好的 让人一看就没事也是有事的 手还放在腰上 紧张不 不紧啊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然后他打个笨笨 打个笨笨,我们去朋友家开个车去 因为那个车行比较远啊 去朋友家把车开上了 我们就去 老规矩,打个笨笨 我让Mathias跟着我朋友他们先走了 走 母头都跟着我啊 在这边啊,这一个山蹦的啊 距离值700万啊 但是这个700万呢 就能买一辆二手的丰田诺哈 那个商务车了,你知道吗 这个悬殊还是挺大的 到了5000块 三匹 你看一天天光打个笨笨也不少钱呢 还是买辆车划算呢 是吧 这5000块钱就是人民币 14块多 到我朋友家了 我朋友这个车啊 05年的丰田阿尔法 大概是花了 2200万当地比哦 2200 然后加装了一个这个屏幕 还是挺合适的啊 我们去车行看看 看看这个多少钱 那个车便宜 那个车600多万 600多万当地比 给大家看我朋友买的这个车啊 六缸的 提速劳快了 这个车岁数都快跟我同岁了 就代步开,非常合适的在非洲 在非洲基本都是二手车嘛 使劲拍啊 使劲拍啊 里边全是蚊子啊 开这窗户一晚上这是 这蚊子要命了 得使劲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 准备就细了啊 出发出发 哈哈哈哈 太多了 走开开起来就没了 我上不去啊 这母兜兜的屁股都到外边了 我们来到了当地一个比较大的车行啊 在这看一看 你看那边里边都是车 进去寻摩寻摩 一进来就看下一辆白色的aerfa 都没有上牌的 都是属于日本二手车 非洲一手车 落地以后 找个人问问啊 多少钱 卖了这个车 卖了卖了 从去里边看 得去里面 去里面 各式各样的车都有啊 母兜兜 车多了 哇哟 这一排全是aerfa 这一排 好好挑一挑 寻摩寻摩 你看 一排全是 这个三千两百万 这么贵 十万了 这在2010年的 这个多少钱 1950 1950 应该能奖价 这个是which year 2003年的 18年了这个车 这是个银色的啊 这 这年数 反正是就是越老的 越便宜 1900万多少钱了 1900万是 5万多 5万多 2008年的 来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这2006年的aerfa啊 上来 母兜兜啊 好吧 哎呦 哎呦 还是皮座椅呢 2006年的 hot 太热了 太热了 这都是电动门 看吧 电动门 电动后视镜 哎呦 然后这 这是aerfa里边啊 他这个储物箱就是多 你看 这都是储物 这是放杯架的 这是 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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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就是大面包子 一个一个 嗯 你看储物箱 很多的 好吧 好吧 谈谈价 现在我们进到里面来谈谈价格啊 啊 这个车行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先进啊 哎 这有一个老黄外 哎呐 Fiki this how much 16.5 1650啊 这么便宜啊 这老黄外6缸的 6缸车很猛的 其实在非洲开这种车啊 提速非常快 嘎嘎地 就这车 1650真便宜 就是有点小了 我们人多做不开啊 你看 空间也非常大 好 这个真藏的车啊 要带我去看真藏的车了啊 你看他 这是他的后院 这个好车都得藏里边 然后进去看看这个棚子里边的车 母头子也是第一次来看车跟着我 进来了啊 这黑的啊 这黑的好 黑的好看 which year 马菲给which year 2005年的和我朋友那个车是年数是一样的 good good 有点有点 上来看看啊 上来看看啊 哎呦还挺香的 香喷喷喷的 这个是05年的了 但这个内饰比那个我感觉要好好一点啊 这内饰看能不能打着火 打不着没烟 这配置都一样基本上 啊 电动门两侧的 电动护士镜 啊 这边的话就没啥 就一个空调 就一个空调 上面咱也用不着 那都是日文啊 咱看不懂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氛围灯 一打开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边上 边上看吧 这里边这里边有灯 这里的灯就亮 这A柱B柱C柱的 基本上都一样 就空间大 这车 坐着舒服 这后排 后排 这这些就是这些座椅啊 就全部可以放平 这也可以放平 后边那两排也可以放平 当一个床 去马赛去他们家的时候 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就开这Aerfa 然后全放平在那睡的 所以说在非洲的话 咱中国人都是都都挺喜欢 这个Aerfa的 这个车的售价是 也是跟那个一样 跟那个价钱一样 1950万 刚才那个白车 谈的谈到最后是1800万 给优惠了一点 大家看哪个车好啊 白的好还是黑的好 哎呦我这声音 这声音你们听着有毛病吗 他这都得连个外接电瓶 都放时间太长了 没有电了 踩踩油门 听不出来啊咱也 听不出来啊咱也 咱不未听啊 母头头 母头头晒完了 腰头热腰头是热 晒完了 太晒了啊 看了老好几辆车了 正在一步一步的 跟老板这个交流交涉 已经结束了啊 谈好价格了 1750万啊 06年的丰田阿尔法 现在先给他1000万订金 明天带着那个身份证ID来过户 得好几天才能弄完啊 也是大哥在这数数钱 哎呀 心痛啊 Mathias Money finished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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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不回中国了 Money finished 走吧 走吧走吧 现在是已经到家了 给大家汇报一下 刚才那个车呢 是交了1000万的定金 然后给了一个收据 给了一个收据 然后明天呢 再过去 把剩下的750万交付 总共是花了五万 不到五万啊 不到五万 我觉得在咱国内的话 应该是花 四万多块钱不到五万 买不到一辆06年的丰田阿尔法吧 对吧 而且还得给大家道个歉 因为今天我一直忙着看车 然后再加上太阳很大 就晒的人就是 比较烦躁 然后没有好好拍视频啊 视频没有给大家讲解到位 这个在这给大家道个歉 确实是这个主主观因素太多了啊 不过我们以后今后会继续努力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